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姐姐 帶您來關心的是 黎智英要賣豪宅了 我們知道黎智英在台北 也買了不少房子 不只在香港有房子 台北也有房子 現在有人說他是為了要 急著套現 他出了財務問題嗎 他說黎智英呢 一次要賣四戶豪宅 總共14億 好 各位 很多人很討厭黎智英 有些人喜歡他 有些人討厭他 但以前有一段時間 他的內湖 被稱為內湖土地公 因為當年馬英九起來的時候 黎智英超愛他 他覺得我完全看好台灣的 房市跟土地的未來走勢 所以他買很多 買了1萬多瓶以上 結果從去年開始 第一個 他的確有處置他的房地展 他的以前伊電市 以前蘋果日報 擁有的一些辦公大樓賣掉 而且這一賣賣了40億左右 這個東西的確跟他的伊傳媒 包含了在香港 包含在台灣經營不散 出現虧損有關 可是等等 他這次賣的四戶豪宅 我們一看 他把這四戶真正在 大安森林公園旁邊的豪宅 都要拿出來賣 你看就在我後面 這個叫頂高利益 你就坐在李智英豪宅前 沒錯 這坐在前面 但進不去 這棟樓據說在大安森林公園附近 是 而且附近有幾個很知名的 愛菲爾大廈就坐得有一點尖尖的 像巴黎鐵塔一樣 好 我們來看 學友說的是愛菲爾大廈嗎 是 好 2013年愛菲爾大廈 成交價是160 因為現在實價登陸 可以查到 現在最新的成交價是120 這是在去年成交價 我們再來看 附近還有一棟大樓 在大安森林公園附近 大安元首 在2013年成交177 去年成交130 真的跌很大 而李智英選擇在這個時候出手 要賣他的豪宅 他不是往下賣 他是往上賣 我們來看到 當初外傳他買了很多戶 每一瓶是買在140到150 他說我現在要賣多少錢 我要賣210到266 那我們來看一下附近的行情 是120是130 他要賣210要賣266賣給誰 所以簡單的講 附近的房仲就問說 你如果真的想要賣 你應該極售要比旁邊價格 就是每瓶120萬130萬還要低 你怎麼會開到210萬 不然就是開你的成本價也可以 對 所以房仲直接告訴大家說 等等 大家不要太小看林智英 很有可能是試水溫 他賣四貨只是想要看看 現在房市怎麼樣回來了沒 如果有笨頭來買他賺到 但如果大家不賣 他大概知道現在房市還沒回升 所以單純是一個測試水溫的動作 不過黎智英也不是第一次賣房子 是 他是不是真的有了財務危機 其實應該這樣講 他賣掉了當初他的買的房子跟土地 可能超過31到40以上 因為有一些是用投資公司買的 所以當時我們剛講了 第一個 他確實真金白銀的賣掉了 伊甸市跟蘋果日報的那幾棟辦公樓 因為他當初是把這些賣給 這個友台的集團 那但是硬體都賣了 他還是用租的把這些房子租給他們 現在他連這個房子都賣給這一些 轉租的資產管理公司 所以換句話說他連穩定收入都不要了 要快錢據說那個大概40億左右 就之前他還售後回租 是 現在連售後回租也不要了 我就要大筆現金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他整個在台灣買的房子 包含了私家的房宅跟土地 你仔細看這個畫面上寫的 就是光是土地買1萬坪對不對 但很多他以前蘋果日報跟伊甸市的 這些辦公室都是自建 土地是我的 我自己蓋 可是買房子一路買到現在 大概開始大量出清是這一兩年 也就是香港這一次我們傳出來 黎智英的金流有可能受到 中共壓制的這一兩年的時候 很有可能他的確有大量的現金需求 我不知道他的錢有沒有被切斷 他的金元 金脈是不是真的被卡住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確定一件事是 他被那個黎氏的家族給踢出族鋪 說他是什麼呢 說他是逆子 禍亂中國香港 所以踢出黎氏族鋪 好 我們回來看 那香港的有錢人現在怎麼辦呢 香港的有錢人在香港前景不明的情況之下 資產大縮稅 除了黎智英有可能出現財務危機之外 我們來看四大家族 當然不會有財務危機 但是資產大縮稅 包括李嘉誠 李嘉誠的常識集團蒸發超過210億港幣 李肇基的恆基地產蒸發超過179億 鄭裕彤的新世界蒸發200億 郭德勝的新鴻基蒸發了423億 郭德勝是亞洲第二富人也蒸發了 很有可能跟房地產有關 陳彥 因為香港的房價據說在反送中之後出現了下跌 也跌了一成 交易量跌了24% 所以股價是不是也因此出現了市值大蒸發 因為四大家族 他們持有香港大部分的股票 所以香港恆生指數以前最重要就是地產股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常識集團的股價 因為這四大家族的股票都有上市 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看到今年好了 整整用周線看2019年完整你就會發現 他們的股價跌得很慘 因為你看最高的時候72.5 這一波跌下來最低49 跌了兩成 再看另外一個是新鴻基的 我們一樣看今年來看 一樣看2019年今年為止 到目前為止的狀態 你會發現142塊最高 後面最近跌幅相當快 一口氣跌到110 是跌了兩成 另外更嚴重性是這個新世界發展 新世界發展 新世界發展 如果我們看他今年最好的時候是13.88 但是一口氣跌破10塊 他跌了差不多三成 超過三成這跌幅最大的時候 現在剩10塊最低跌到8.9 最低跌到8.9 然後你最後一個痕跡 我們也看一下看他今年的股價 也會發現從51塊這樣一路跌下來 也是跌了差不多兩成 三成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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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